小蠢颱風來襲 在墾丁呢 也刮起了十四級的強風 當中有一個賽車場 他的鎮店之寶是一個三層樓高的超大暴龍 要價數百萬元 沒想到也是扛不住狂風暴雨 硬生生的被吹倒了 而在龍盤公園旁有一個軍方的雷達站 其中一個球狀的雷達罩 更是被強風給吹破 所幸颱風警報前 軍方就已經撤離了內部的雷達裝備 才沒有造成嚴重影響 風強宇宙的墾丁 連監視器鏡頭都快抵擋不住 搖搖晃晃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只見在賽車場里 原本站得直挺挺的超大暴龍 扛不住狂風暴雨 硬生生被吹倒肢解 成為小犬颱風的另類受賊戶 之前的颱風都沒有損壞 因為你其實現在也可以 些許看到我們的骨架 我們骨架的地基 是做得非常的堅固的 對 但是可能這次真的太嚴重了 賽車場裡所有恐龍全都倒地 但刀下還測小事 沒有倒的恐龍整個外殼被摧毀 裡面鋼筋支架裸露 情況慘不遠堵 業者看了更是心都在躺血 大隻的就已經支離破 所以小隻的話 當然就更不用說 全部都哀鴻片也都倒一片了 這個有壞掉的部分 就一定要清除 對 然後是不是要做新的 就要看經費夠不夠了 受害的暴龍有三層樓高 要價數百萬 設置七年了第一次被颱風損毀 眼看國慶連假又要到來 賽車場來不及 回復原貌 業者也相當無奈 肯定5號刮起14級強風 龍潘公園旁的軍用雷達站 也逃不過 其中一個球撞雷達罩 被強風吹破殘骸四散 不過所幸在颱風警報前 軍方就已經撤收內部的雷達裝備 並不會影響後續戰備任務執行 小犬颱風肆虐帶來數不清的災情 民眾也只盼它能夠加速遠離 別再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記者綜合報導